你好 欢迎收看5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吉安湘农会上海政田极致冰所的开幕仪式在今天举行 现场徐军卫 立委夫坤旗 还有各阶贵宾都共同受邀出席剪彩 品尝特色冰品 也邀请所有的朋友来到花莲 留下最美好的滋味 现场徐军卫表示 欢迎幸福积极关心 以及协助各乡镇市农会的营运 并且透过对谈沟通广纳农民的建言 现场将秉持着服务农友的至上 致力优化并且推动农业的政策 藉由全面性关怀农村的家庭 让吉安向农会永续发展 共同实践农业美好的愿景 食用者更安心 我想这就是我们农会跟农会 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食品科技产业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几年 花莲县政府 从傅昆琪县长 然后由我们的蔡云皇副县长 担任副县长的时候 整个跟农会体系整个的合作无间 让我们所有的各级农会 都能够无论是给予农友的协助 或者是农会的硬体设施设备的提升 以及超市 或者是乃至我们的加工的部分 我想这就是希望让我们一级生产二级加工再到三级的休闲农业都能够受惠于我们所有的农友 而且能够让13厢不断的突飞猛进 绿峰一起表示 吉农冰城27年来 历任农会总干涉带领之下 持续一步一脚印发展至今 成为吉安乡代表特色的食品之一 因为大地震导致花莲 农特产品运输北上受阻 他积极推动重建条例 期盼能够通过之后 让更多因为灾灾影响到生活的人能够得到应有的补贴 他更为花莲为台湾发生 全力争取农特产品外销 让农会们辛苦是值得的 记得节奏观点赞不打